事件裁決,唐英傑去年7月1日涉嫌插住光時口號歧視的電單車衝向警方的防線 高院裁定他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及恐怖活動罪兩罪罪成 法官認為光時口號有將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的含義 烏橙言報道 唐英傑由酬車壓送到高等法院指定法官道立兵宣讀裁決 唐英傑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同恐怖活動罪兩罪罪成 交替的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就不用處理 三個指定法官認為唐英傑在案發時知道口號有分裂的含義 他和朋友的通訊記錄顯示 事發的日子、地點和時間都是有選過 了解警方防線和路障的位置去找安全地點 如果不知道口號有港獨意思就不會敢做 反映他早有準備和專登違法 背脊插著光時旗幟 特意吸引公眾和更加多人留意 煽動他人分裂香港和中國 法官接納控方專家證人領大歷史系教授劉志鵬對光時口號的解釋 認為辯方證人的分析並不是特別有用 他們亦同意有人會認為光時口號提倡港獨 沒有反對口號有分裂國家的意思 所以裁定唐英傑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罪成 至於恐怖活動罪 判詞說唐英傑衝過防線的時候 無理警方大喊、手勢示意 甚至是警方發射的幾發胡椒球彈 認為唐英傑根本可以轉換行車路線 駕駛銅鑼灣應約 但就選擇繼續衝擊警方防線 每次經過防線都加速 最後更加撞跌三個警員 行為等同挑戰警方和法治 危害到社會和公共安全 是想威嚇公眾達到政治主張 唐英傑聽完判決之後 神情平靜向公眾指揮手 法官會在星期四聽求情 有線電視記者烏卓賢報導